姐妹们 第一次出海不会翻车吧 哈喽 姐妹们 收到本斯集报 我生活的这片海可以捞到很多值钱的东西 今天我们就花5000块钱包一艘船 看能不能捞回本 走 来了 来了 老板娘 这艘船吗 那艘啊 不好意思 姐妹们 今天就是这艘船 话不多说 走 我不会 认搜是不可能认搜的 老板娘 你不去吗 不行 我给船不敢去 这么猛的吗 老板娘自己都进船 你会有什么 姐妹 会啊 你捞过这么大了吗 老板50多斤 50多斤 那岂不是比半个我还要重 现在就出海了 我身后这么大一片海 让我捞过一两个小时 绝对盘个一两千斤回来 老板你吹牛的车到海里来了 你就等着吃鱼吧 好 现在出发深海区域 简直就是被海浪天涯 现在可算到深海了 把我今天承包了这么大的网 全部下进去 看看今天能捞到多少 哇塞 海豚 啊 啊 啊 海豚呢 咱也不敢问 咱也不敢说 你们有没有掉下去过呀 没有 没有啊 我浪几个泽子 我才知道 游泽 还要下去游泳啊 等一下不会让我下去游泳吧 老板就浪太大 也没有你浪啊 这必失了 夜店小女王 再不过三秒 海豚下王不遇了另三十个 哇 撕我一脸海水 找到了一个更深的地方 下第二网啊 看这网能捞上来些什么 这一片海明显有比刚刚刚的更深 而且更加蓝 好冷啊 妈呀 等我往上来的时候 老板在捞他之前的战利品给我看 哇 哇 哇 好生猛啊 这一小金狼 不知道一会能不能捞到更大了 现在就给他放到这个养殖汤里面 到暗中他还是活的 看 还有这种海螺 老板说刚刚那个虾的大少程度 算他捞上来的小虾米 开始奢望了 天啊 姐们们 第一次出海不会翻车吧 刚捞了这么多往上来 竟然没有鱼 唯一捞上来还是一个小海鲜 老板说可能我的小鱼都被大鱼吃光了 现在捞第二网 哇塞 哇塞 姐们 捞到了一条这么大的鱼 这一条鱼估计有50斤 居然还是一条白色的大石斑 我感觉它比我上半个身子都重 这一个家伙就直接捞回本了呀 哇 肯定就是它 把我的小鱼都吃光了 还捞上来一条魔鬼鱼 它这个鱼的嘴巴特别搞笑 好像一个表情包呀 这么扁的鱼 还是第一次见的 酷酷弹弹的 刚刚还捞上来了一个这么大的椰子螺 还有一个这么小的 第一网没捞到 在第二网直接全部回本了呀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螺好大好重啊 它爸爸和它儿子都捞上来了 这个是传领的养殖舱 这种活的东西全部都会往这里面扔 这小家伙 哎呦 这小家伙伸板小小的 还挺大力的 刚刚还捞上来了这一只小青龙 哇塞 哎呦呦呦呦 比孩子高跟舞蹈单单 它特别逗 一直在这伸缩 你在做运动吗 兄弟 把它放进养殖舱里面 一会上岸之后 它还是活的 哇塞 这样子的小龙虾 你们见过吗 它是彩色的 上面还带着点锅点 哇 刚刚我本来还晕船来着 看到它们瞬间不晕了 肚子饿了 哇 好好看啊 爆肩羊肇 今天乐乐做不到小赚了一点 下一期视频带你们体验一下 一次吃50斤的大爷 这种什么样的体验 奶丝 酱破